最近在忙我们的展览 最近我们在北京的川阳大跃城 举办了一个跟我们的插画有关的一个展览 然后这个事情我们其实筹备了有半年的时间 从春节后就一直在想这些事情 对 非常不容易 因为我们是属于画界 因为我是写东西的 他是主持人 然后我们是画界在做一个没做过的事情 对 其实有很多挑战 最后自己创立场话展的最后一张 我这个在卫生纸商里做画 近况就是我现在除了天爱村的常规录影之外 还有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板块叫得意洋洋 比方说我们之前找到第一集是周杰伦 然后有穆文蔚 杨成林 都来我们节目就是念一些网友很奇怪的留言 然后念完之后就把他们的礼物送给大家 我跟周杰伦就是把他的戒指摘下来 那昆林应该不大愿意 所以就只能把他的签名专辑 但他签得很厉害 他签的是祝大家越来越屌 因为他说周董有三宝 就是哎呦不错这个屌 我最近就是刚忙完上一本书的宣传嘛 然后当然书也还在卖 所以还是会陆陆续续会跑一些城市 然后现在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电影上面 然后电影电视剧可能都会有 我还是想把好的作品变成一个不同不一样的感觉给大家 我基本上是一来北京很有缘的就认识他了 然后也是因为朋友的聚会 然后在KTV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我刚认识他的时候 就是我们俩是互相看不顺眼的那种 是不是 没有吧 有的你看我 我当时穿一个白衬衫 不是看不顺眼 就是跟原来的认识之后发现差别很大 我经典看了他的时候他穿了 就是完全就是凹好造型 然后白衬衫 哪有人去KTV穿衬衫 你知道那种领子的记号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人难道是隔壁来陪酒的 没有 你明明说我是富二代好吗 对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富二代少 就是小少爷公子哥的感觉 然后后来接触了解之后 而且那天晚上他也对我有点爱搭理不理的 然后那个时候 我当时穿T恤去朋友聚会买 然后他穿的那么正经的一串 然后真有点酸 二十岁就在在特别迷茫的那个年纪的时候 有一点指路明灯的感觉 就是这样的灯塔的感觉 因为我刚来北京那段时间我是很迷茫的 他大四毕业 我刚一过来 我是北京一个人都不认识 然后刚好认识他 然后继而通过他认识了他那一圈 特别有正能量的朋友 然后也就是 相对于自己感觉少走了很多弯路 从二十二岁一下感觉心理年龄 到了三十 到了三十二 真的啊 对啊 我觉得还特别幸运 对认识朋友 然后能跟朋友一起在同一个城市里面打拼 然后为了自己所谓的梦想奋斗 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akt押